从一个街坛小贩到成为一位赫赫有名的青帮老大 杜月生的这一生堪称传奇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黑帮萧雄竟然也会被他人绑架 绑匪向他勒索40万 声称只要他乖乖给钱 他们就保杜月生性命无余 杜月生直接开口给绑匪90万 多出来的50万是绑匪不伤他性命的奖赏 那么杜月生究竟是怎么被绑架了呢 1941年杜月生正在重庆的一家银行举闲 当他从银行里走出来的时候 两个站在银行门口抽烟的壮汉突然冲到了他的身边 完全不给杜月生反应的机会 架起他就上了一辆停在路边的几虎车 杜月生知道自己这是被绑架了 身为青帮的老大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这种场面对他而言并不算什么 所以被硬塞进了车里 坐在两个壮汉中间的杜月生丝毫不慌 很淡定地等着绑匪开口 以得知他们绑架自己的目的 果然 当汽车驶进了一条偏僻小巷后 绑匪终于再沉不出气 率先向杜月生提出了他们的条件 坐在副驾驶上的绑匪对杜月生说道 杜先生 我们只是为了求财 只要你给我们四十万钱一到手 我们立刻放了你 绝不伤你分毫 杜月生一听这话 当即就松了一口气 只要不是找他寻仇的 想要多少钱都不是问题 遏知自己性命无余后 杜月生心中有了一个计划 四十万虽然听起来多 但对杜月生而言只是一笔小钱 他根本不在意这笔钱 而是想知道绑架他的幕后黑手究竟是谁 为了降低绑匪们对于他的警惕心 他开始和绑匪聊了起来 他对绑匪说 四十万卖我一条命也太便宜了 这样我给你们九十万 多数的五十万就当感谢你们没有伤我 为了绑架我费了不少功夫吧 拿着这些钱一起去吃顿好的 好好犒劳犒劳自己 绑匪们听了杜月生的话 顿时全都傻了眼 他们从没碰上过这样的事 哪有人质自己加赎金的 一般人被绑 不哭爹喊娘就算不错的了 而杜月生自从被绑 不但没有表现出一点慌张的样子 还主动要加赎金 这样百年难得一遇的骑士 也就杜月生能干得出来 一时间绑匪们都没了声 他们彼此面面相去 完全搞不懂杜月生这是什么意思 他们有些慌了 难道他们绑错人了 他不是杜月生 是个傻子 绑匪再一次仔细看了看他们绑的人 只见杜月生一脸淡定 甚至在绑匪们观察他的时候 还笑了笑 绑匪们非常确信 他们没有绑错人 那么只能说明杜月生是真想给他们90万 一想到这里 绑匪们反倒对杜月生起了敬畏之心 身为一个大人物 在被绑之后不但没有丝毫惊慌 还和绑匪谈了起来 想要以给更多的钱为条件 确保自己性命无忧 这足以证明 杜月生非常懂得如何 以最小的损失 给自己换取最大的利益 不过也对 如果杜月生连这点本事都没有 他根本不可能有如今这样的地位 但绑匪们也不是傻子 自然懂得天上不可能掉馅饼的道理 杜月生主动要给他们这么多钱 肯定不只是为了保全性命 他一定还有着别的什么目的 其实杜月生之所以提出 要给绑匪们这么多钱 除了想让绑匪们放松警惕外 也是为了他之后的一个计划做铺建 杜月生再次开口说道 90万不是个小数目 我身上没有这么多钱 这样吧 你们带我去找刘航生 他欠我150万 你们可以找他要钱 刘航生是当时的四川财政厅厅长 政府粮食部特派员和政务司长 是民国时期有名的实业经济学家 而杜月生之所以让绑匪找他 是因为两人是多年的好友 只要见到刘航生这几个绑匪就再也不是他的对手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 通过刘航生的人脉 想要找出那个绑架他的幕后主使人 非常容易 于是在整整90万的诱惑下 绑匪们即便明知杜月生有其他的目的 也还是带着他去了刘航生的地盘 在很久以前 刘航生曾给过杜月生一张空白的支票 这张支票的最高限额是150万 刘航生告诉杜月生 只要是在这个范围内 你想花多少就花多少 因此绑匪们在带着杜月生和刘航生见面后 杜月生很快就恢复了自由身 并如约给了绑匪们90万 之后他并没有杀了这些绑架他的毒匪 而是直接放了他们 想要放长线钓大鱼 杜月生1888年出生于江苏川沙 年幼时家境非常贫寒 14岁时为了生存 在上海十六铺当水果行的徒弟 一次巧合让他认识青帮的陈世昌 普通人想要进青帮 必须要有一个推荐人 虽然当时陈世昌在青帮里的地位很一般 但给杜月生做推荐人还是绰绰有余的 因此没过多久 杜月生就在陈世昌的介绍下 认识了一位大佬 就是当时的上海大亨 黄金荣 出人头地 一直是杜月生梦寐以求的梦想 如今机会就在眼前 他自然是紧紧抓住不放 凭借着自己聪明的头脑 杜月生很快就得到了黄金荣的赏识 被贵人看中自然少不了提携 果不其然 没过多久 杜月生就被黄金荣派去管理工兴俱乐部 这也就意味着给了杜月生一个自由成长的平台 杜月生极善交际 很快就将自己的势力扩大了不少 在长期和众多军阀 以及各大帮派势力的交往中 杜月生很快就成为了青帮的三大头目之一 其名气甚至一度盖过了提携他的黄金荣 后来战争爆发 杜月生多次拒绝日本向他抛出来的感染汁 他自认不是一个好人 但他也有着自己的原则 那就是绝不做出卖国家的事 绝不当叛徒 杜月生先是去了香港 后来又去了重庆 而也正是这次重庆之行 让他遭遇了人生的第一次绑架 当绑匪们带着杜月生找到刘航生时 刘航生很干脆的就给了绑匪十万元的现金和八十万元的支票 但绑匪担心被骗 不肯要支票 要求换成现金 刘航生也是个爽快人 立刻就亲自带着支票赶往了银行 而杜月生则带着绑匪去了饭馆 几个人在饭馆边吃边聊 很快就等到了回来的刘航生 刘航生将整整九十万现金全都交给了绑匪 绑匪们一见到钱到手 顿时高兴的手舞足蹈 当即就和杜月生成兄道弟起来 绑匪拿到了钱 自然不会再久留 杜月生见他们想走 便提出想要亲自送他们到码头 毕竟身上带着这么多现金 终归是有些不安全 绑匪们显然也早就想到了这一点 如今杜月生主动提了 他们自然是满口答应 众人到达码头后 绑匪们可能是一时良心发现 主动说出了他们绑架杜月生是受人所托 希望杜月生不要怪罪他们 听了绑匪的话后杜月生表示 如今他们已经算是他杜月生的朋友了 既然是朋友了 那自然也就没有什么怪罪之说 他是不会因为这件事记恨他们的 绑匪们顿时就安了心 转身上了回尘的船 但杜月生虽然说不会怪罪他们 可没说不查那个幕后主使 他早已将绑匪们用来绑架他的那辆车的车牌号 记住 只要一查 很快就能知道是谁指使人绑架他 在把绑匪送走后 杜月生马上就命令手下去查 这个车牌号的主人是谁 没过多久 他就得知了这个车牌号是黄金荣的徒弟金九荣的 以金九荣的本事 根本就没那个能耐绑架杜月生 他究竟是受何人指使 可想而知 但这却是杜月生怎么也没有想到的 黄金荣是杜月生的恩师 是他给了杜月生发展的平台 在杜月生刚进青帮的时候 如果没有黄金荣的赏识和提携 他根本不可能有如今这样的地位 尽管后来 因为杜月生的名气超过了黄金荣 让黄金荣很不满 经常给他使绊子 但在杜月生的心里 他还是很尊敬黄金荣的 可是如今黄金荣竟然指使人绑架他 这是杜月生完全没有想到的 就算黄金荣不念两人过去那点情分 也不至于对自己下这样的重手 为了搞清楚究竟是不是黄金荣干的 杜月生亲自给黄金荣写了一封信 并让人务必亲手交给黄金荣 信中也没写什么 只是询问了几句对方的境况 最后还隐晦的提了句 如果缺钱了 不必有什么顾忌 直言即可 黄金荣在看了这封信后 心中既羞愧又感动 这次绑架确实是他策划的 但他也没有想到杜月生竟如此重情重义 几天后杜月生收到了黄金荣的回信 信中说 自从日本人到了上海后 上海就陷入了混乱之中 他手头上已经没什么钱了 想找杜月生借点钱 但又怕丢了面子 这才想了这么个下作的法子 想要捞一笔钱应急 在信中 黄金荣多次向杜月生道歉 丝毫没觉得自己这样好像更丢面子 对此杜月生也只能是一笑置之 估计是觉得在信中道歉不够诚恳 黄金荣之后又亲自来了一趟重庆 当面给杜月生道了歉 说自己真的急用钱 等这段日子过去 他一定连本带息地还给杜月生 杜月生虽然在得知真相时 对黄金荣有些失望 但再怎么说 都是自己的恩师 恩师都如此诚恳地道歉了 他自然也不会一直揪着不放 杜月生表示自己并没有很在意这件事 钱财不重要 只要黄金荣没事就行 一听杜月生这是原谅自己了 黄金荣心里的大石头总算是落了地 碧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杜月生后来能有如此高的地位 除了他自身的努力外 也少不了黄金荣早年对他的提携 如果没有黄金荣 就不会有闻名整个上海滩的青帮老大杜月生 而杜月生在成名之后 也没有忘了当初帮助自己的恩师 即便恩师后来对他下了毒手 他也依旧没有怪罪恩师 这充分说明了杜月生是一个非常重情义的人 他或许在我们眼中不是个好人 但在他朋友眼中 他绝对是最好的兄弟 感谢观看